Hello 大家好 今日疫情記者會總結 澳門昨天新增32宗陽性個案 累計1615宗 不幸地再多一名新冠病例長者去世 累計增至4人離世 新增女死者94歲 原本在家由家人照顧 7月3日確診 然至今日凌晨不治 一名長者屬於全依賴照顧人士 沒有任何治理能力 同時患有慢性心臟衰竭和呼吸衰竭疾病 家人都不建議使用侵入性治療 衛生局表示 第八輪全民核酸檢測至今日 下午累計有4個混讓樣本呈陽性 當中兩款樣本涉及一對夫婦 分別是清潔工和家務助理 另外一款混讓CT值較高 39.75 涉及10人單檢都是陰性 沒有發現陽性 其中一人在中高風險地區返回澳門 不排除混檢當日出現復陽可能性 另一款跟進 澳門實施全城靜止至第三天 初級法院法官今日已簡易訴訟程序 審作一宗事業違反防疫措施案件 一名本號居民被判罪成 判處五個月徒刑 緩刑兩年 但需要一個月內向特區政府支付一萬萬 涉案人士據說 昨晚7時在近赴運台街上吸煙 被警方折獲時 沒有戴口罩吃煙 他承認控罪 想不到吃煙鬆一鬆就沒有了成皮 現金分享要還給政府 當局說 下午3時各部門在全澳各區 作出588次勸喻 執法部門作出6次檢控 而本號星期一起 實施相對靜止措施至今 累計有19宗是不違反防疫措施 而被檢控的案件 當局說 留意到部分人士 在自己屋苑會所做一些非必要的活動 有機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提醒所有在澳門人士 都需要嚴格遵守防疫批示的規定 並且提醒大廈管理公司加強監管 同時勸喻大廈關閉會所 好 這一集就 看到了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給截頭疑 謝謝大家 下集見 Bye